好的 各位能听到我说话的声音了吗 好 感谢 时间过得很快 一会儿又到了我们房间 圣经云南问题解答的时间了 那么今天晚上的云南问题呢 有姊妹在这里为大家解答 但是神给姊妹多少 姊妹就传讲多少 因为圣经上的话是灵 是生命 唯有人被圣灵感动才能说出神的话语来 如果神没有指示我 我不会强解答的 因为强解圣经自取成论 因为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都明白神的旨意 那么我在这美大提之前 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妈呀 灵敏 慎 圣经公寓的主啊 我们感谢 我们赞美你 因为是你恩待了我们 也是你拣卷了我们 因为是你把我们 带在这四恩的宝座面前 使我们依信你而参与 亲爱的主啊 孩子就把以下的时间 交在你自己的手中 因为你说 翻来到你面前的 你就给我帮 今天就求你教你自己的话语 借着你仆人的口 传讲给每个孩子 使每个儿女来到你的面前 灵力都能得到你从天上来的共鸣 孩子在这里向你仰望 向你交托 孩子也把一粒米勒子妹 交在你自己的手中 主啊 就求你看顾保守 带领他前面的私奉 主啊 因为他前面的道路 你早已给他预备好了 无论你把他带到哪里去 主啊 就求你站在他的右边 加添他的心力 体力和能力 主啊 因为今天是你恩待了我们 是你解决了我们 是你将祖灵的恩赐 赐给每个孩子 使用更多的人得益出 因为你将恩赐赐给我们 叫赐造就人 主啊 让我们拿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 使我们能够伏备在你自己的面前 让你自己的怀疑流淌出去 孩子在这里向你仰望 向你交托 祷告奉我主耶稣 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感谢我们的主 有问题的 我现在把滚平先设置一下的 因为在赞美的时候呢 我就接到了问题 好 感谢主 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解答 那么我先解答第一道题 第一道题呢 就是上回啊 分析的问题解答的时候 因为没有答完的 因为时间有限 好 没有答完 我就放卖了 放卖一看啊 有这道题我没答呢 那么今天呢 因为上次解答是周六 今天周二 那我就继续把这道题呢解答 我不知道这位子弟 你是不是在这里 因为当时他问我 他说姊妹啊 我们教会现在一直都在传讲律法 强调人的行为 像这样 我应不应该还回去聚会呢 感谢爱我们的主 今天我们音信耶稣基督 圣灵就居住在我们的里面 白字都有圣灵的指引 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 律法是借着谁传的 恩典是借着谁传的 好的 等一下的 我们把圣经打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我们首先要清楚 今天他既然去了就是讲律法 就是行为 那么今天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去聚会呢 你要知道你在谁的权下 你信仰的是谁 你仰王的是谁 这是跟你属灵的生命 有很大的关联的 因为你在律法之下 你就与基督隔离的 这不是我说的 是圣经说的 我们来看看圣经 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我们来看看 律法是借着谁传的 第一章十七节就说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所以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给人的 所以摩西传一个让人死的律法 人都去守 但神的儿子来的 将恩典贤明给每个人 但每个人都不愿意去信 因为太简单了 因信就参与了 难道就这么样的简单吗 恩典是白白给你的 所以我们的主在加勒太祖 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这靠律法称义的 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最弱了 所以你在律法的里面你是在谁的门下呢 感谢主 我们知道谁曾经在大马四格的途中 被神光照拣选了 他在圣经上 后来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我以前以为什么有意的 如今它为有水的 唯有厌世耶稣基督为自保 因为你在律法之下 你就在 这是谁的门徒呢 我们来看看如今传 我们一点点的查 因为今天既然解答题 就要解得清楚的 不是葫芦吞噪的 所以在《使徒行传》呢 五章三四节就说 但有一个法利塞人 名叫加玛列 是众百姓所敬畏的教法师 所以你在律法之下 你就在加玛列的门下 他是众百姓所敬仰望的 什么呀 教法师 今天有多少人都在仰望人 他不查圣经 不看经文 所以主耶稣说 你要你当查考圣经 因为内中游泳生 为我这见证的就是这因 然而你不肯到这里来 得生命 人性可在什么 捆锁的律法上活着 也不在于在基督的恩典里面 灵力得以四方 所以你去聚会 不是叫你灵力得益处 你乃是在什么 遭损 这不是我说的 我们看看 保罗在大马士革的时候 被神光照了以后 他是怎么说的 因为他是被神光照了 他得着了 他亲自向我们做的见证 所以保罗在 贝利比书三章就告诉 他说 三章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看看保罗原先是在哪里 后来被神光照又做到哪里 他才把先前都看为有损的 因为不是让你得生命 乃是捆细呢 乃是捆绑你 让你死 既然是要你死 你干嘛还要回到他们中间去呢 好 我们来看看 菲利比书三章说 因为夸口是当时的主夸口 是不是 我们唯有在基督里 我们才能得到那丰盛的生命 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才能得到从神而来的义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拿肉体夸口 我能做多少好事来讨神的喜欢 因为律法是在强调人的行为 所以律法你守好了 只不过就是彰显人的义 这不是我说的 因为这是圣经在生命纪六章二十五节的时候 神亲自告诉我们的 所以在生命纪六章二十五节就说 神所征服我们一切诫命 谨守遵行 这就是我们的义了 谁的义啊 人的义 所以人可以有什么 拿律法夸口 拿肉体夸口 我行为好了 是不是 所以你在律法之下 你每一天都是论断人 评论人的 因为律法就是审判过案 因为它里面没有怜悯 没有慈爱 没有公平 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说 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 如果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 我更可以靠着靠着了 我第八天受隔离 我是以色列族 比安敏支派的 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就律法说 我是法利赛人 就热心说 我是逼迫教会的 所以 起初保罗是在谁的门下呢 我们知道 保罗起初是在 加百列的门下 是为律法大发热心的 但是今天有多少人 不进到基督的里面 一样也是在加玛列的门下 为律法大发热心 每一天强调弟兄姊妹的行为 然而自己却没有行在七道上 所以保罗在大马四哥的时候 被神光照了 所以保罗就在这里 什么 做了给我们 做了见证 告诉我们说 就律法说 我是法利赛人 就热心说 我是逼迫教会的 所以律法是不是与神的应许相反呢 感谢我们主 有很多人说 那律法是与神的应许是相反的呢 因为律法是要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 是我们因信而称义 所以这里就说了 就律法上的一说 我是无可指摘的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做有损的 所以你先前在那里聚会 你以为对你有益 对你有好处 因为神的光没有光照云 当神的真光光照了你以后 你才知道 原来你起初以为对你有益的 其实对你都是有损的 因为它不是你的灵命 能带到行为的里面 你不是为真理而做见证 没有声音吗 然后感谢主的恩典 这位有声音了 有声音了 声音太高了 好的 感谢主的恩典 是有声音的 所以今天你以为从前所行的 是对你有益的 如今对你却是有损的 你唯有认识耶稣基督 你才能以耶稣基督为自宝 你唯有认识了耶稣基督 你才能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是不是 所以今天我们因识耶稣基督 就要弃掉从前一切所行的恶道 归向耶华 重新悔改 认识他 罪得以赦免 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因为罪没有得以赦免 就不能得到神所赐来的圣灵 所以今天神告诉我们说 不要再回去犯罪了 为什么 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 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所以我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色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所以弟兄姊妹们 从律法的里面出来吧 悔改吧 进到基督的里面 你唯有进到基督的里面 你的罪才能得以赦免 才能得到所赐的圣灵 我们如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已经洗净称圣称义了 等下我们主 那么这道题 我们就打到如此 那么我们看下一道题 我们来看 等一下的 那我给你付着过去 我们把圣经打到 路加福音十章十五节 嗯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找一个姊妹的秋秋 好的 我们把圣经打到 路加福音的十章十五节 十章十五节 路加福音 十章十五节 说 加百能啊 你已经升到贴上 将来必推下阴间 又对门徒说 听从你们的 就是听从我 弃弃你们的 就是弃弃我 弃弃我的就是弃弃那 猜我来的 感谢爱我们主 加百能呢 是耶稣在加利利 传道的时候啊 是一个啊 其实加百能是一个地名的 感谢爱我们主 因为加百能的人 他们听没听到福音呢 他们听到福音了 但他们相不相信耶稣基督呢 他们不相信耶稣的神迹 所以 他这个城市是要受审判的 所以主耶稣说 来的时候啊 其实这就是一个比喻 加百能 和哥拉逊 等城市 所以下面就说了 十三节说了 哥拉逊啊 你有祸了 博赛大啊 你有祸了 因为在你们中间 所行的异能 若行在托罗 西顿 他们早已被蒙 披麻蒙灰 坐在地上悔改了 当审判的日子 推罗西顿所受的 比你们还容易呢 加百能啊 你已经升到天上 或者你将要升到天上吗 将来必推下阴间 又对门徒说 听从你们的 就是听从我 弃绝你们的 就是弃绝我 弃绝我的 就是弃绝那 猜我来的 因为耶稣基督 到那里去传道 他们不相信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弃绝 主的道 感谢爱我们的主 那么我们进行 下一道题 我们来看看 马太福音的 二十四章 四十五解 好的 我们把圣经 打到 马太福音的 二十四章 四十五解 我们来看看 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 四十五解 讲到了忠心 不忠心的仆人 所以今天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要记上 自己的忠心 和本分 按神所交托 给我们的 把人引到 基督的面前 不是按照自己的 诗意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 四十五解 好的 随之中心 有见识的仆人 为主人所派 管理家里的人 爱此分粮 给他们了 主人来到 看见他这样行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 管理一切所有的 倘若那恶仆 心里说 我的主人必来得吃 就动手打他的同伴 又喝酒醉的人 一同吃喝 在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时辰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重重地处罚他 或做把他腰斩了 听他和假冒伪善的人 同罪 在那里必要哀哭 切死了 这是主耶稣基督 做了一个比喻 是不是 就拿到两个人 做了一个比喻 一个是在神的家中 敬上自己的忠心和百分 一个是一个懒惰的恶仆 他说主耶稣基督 来的词言 所以他就动手 打主的仆人 其实这就是说 当主把主灵的恩赐 赐给你的时候 是要更多的人得到益处 今天神结权你 差遣你来到这里 就是为神国荣耀的福音 而做见证 但是今天有多少人 拿着权柄 他们信赖的是不是主呢 他们信赖的不是 他们的神 就是自己的祝福 他们为了肉体 而得好处 我们把圣经 打到 菲利比书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 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 是菲利比书呢 是哥罗西书 我们来看看 是菲利比书三章 我们来看看 所以今天我们要效法基督 在神的家中 尽上自己的忠心和本分 因为神的仆人 他是有一个祖天的看见 他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 但是一个懒惰的仆人 他里面没有圣灵的开心 他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 他说是侍奉神 所以主耶稣说 我并不认识你 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他在肉体里的侍奉 他的灵没有被开启 我们来看看 因为信耶稣的人 他是常常警醒的 因为神的灵在他里面 神的灵是保守他 常常警醒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 菲利比书三章十七节就说 地球们 你们要一同效法我 也当流行看那些 造我们榜样型的人 因为有许多人 形式是基督十字架的 仇敌 所以他们形式为人 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他们不愿意怎样 不愿意走这条 十字架的道路 免得肉体受逼迫 他们传讲的 是不是神国的福音 不是 他们讲的都是 地上得好处 信耶稣基督神保守你 怎么样 感谢爱我们主 那么我们信耶稣基督了 我们在世上 难道就没有患难了吗 不是 因为患难 原是神命运的 我们在世上有苦难 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平安 因为这条路是十字架的路 这条路是逼迫的路 所以我们知道 属耶稣所走的路 我们当不当走啊 我们当走 因为耶稣基督 给我们留下了信心的法 所以我们是为什么而被招呢 为受苦而被招的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 就说 我屡次告诉你们 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什么沉沦 他们的结局就是败坏了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度父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以为地上的事为念 我们却是贴上了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从贴上降临 他要按照那技能 叫外有恢复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的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识 感谢爱我们主 所以今天神在把你拣选了 你在神的家中 你是不是神家的一员呢 你是神家的一员 那神是不是给你一个属天的看见呢 神给你一个属天的看见 所以你不是凭着自己的示意 乃是圣灵在你身上正宫 圣灵让你晓得 外事都是处于谁啊 都是处于神 所以今天耶稣基督就给我们 做了一个比喻 忠心与不忠心的什么仆人 忠心的是从死而来的 不忠心的是从肉而来的 因为肉体能不能侍奉永生神啊 他不能侍奉永生的神 那么我们进行下一道题 我们来看看下一道题 圣经约翰福音八章十节至十一节 我们来看看八章十节至十一节 八章十节至十一节说 耶稣就直起药来对他们说 夫人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主啊 没有 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好的 那么这位肢体啊 这问题打过来了 我要先 好的 我们来讲讲这一节的经文 因为今天是主赦免了你的罪 你就不要再回去 我们来看看 看看下面是怎么说的 他说我们的罪神已经赦免了 无论是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 我们现在偶然有的 我也只是过犯 神也不纪念 因为哪里没有过犯 哪里就没有律法的 但圣经中为什么耶稣还说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我们信了耶稣 不是没有罪了吗 感谢主的点 是的 我们信了耶稣基督 就没有罪了 但是今天有多少人 因信了耶稣基督 却成为罪人呢 我们把圣经 打到 约翰一书 我们来看看 他们为什么信了耶稣基督 却成了罪人呢 主耶稣说就不要再回去犯罪了 因为今天有很多的人 在掩忧你 让你去犯罪 因为犯罪是谁在掩忧啊 是撒旦在掩忧你 所以撒旦就做了拆毁的工作 所以主耶稣说 你不要再回去犯罪 你唯有进到基督里面 你才是异者 你唯有进到基督的里面 你才没有罪 但是今天有多少人 走了 他回到哪里去了 又回到过犯的里面 回到律法的规条里面 因为他被人引诱 牙耳不听 生道 所以在约翰一书三章七节 我们来看看 今天有多少人 先信耶稣基督 而被人引诱 怎么样啊 又回到行为的里面 你进到行为的里面 你就是在怎么样 就是在律法的里面 在律法的里面 你就是被定罪的 所以在约翰一书的三章七节说 小子们呢 不要被人诱惑 行义的才是义的 正是主是义的一样 怎么样 被人引诱了 跑哪里 跑到行为里面去了 有个好的行为 像主是 主的义一样 那么今天人靠着自己的肉体 能兴出来神的义吗 兴不出来神的义 因为神的义高过人的义 人里面是有怒气的 是不是 所以人的怒气 不能成就神的义啊 你成就不了神的义 你每一天都在罪恶的里面呢 所以这里说 小子们呢 不要 解机魂 是不是 因为呀 有人让他囤证了道理 就增加了很多的师父 所以在提后四章 我们来看看 西蒙太后书四章 雅尔不听真道 你偏离了神的道 这就是罪 所以神不要你偏离他的道 乃是让你进到他的里面 所以在提后四章 我们来看看 四章我们从音节看了 说 我在神面前 并在将来审判 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 嘱咐你 勿要传道 无论得死不得死 总要担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劝解人 警戒人 劝勉人 因为今天有很多的人 就偏离了真道 不在基督的道理上 什么 直奔 因为时候要到 人病怨凡 纯正的道理 耳朵巴氧 就随同自己的情侣 增添好些师父 并且眼耳不听真道 偏向荒淼的言语 你却要怀自己身 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感谢爱我们主 所以当时 法利萨人 怎么样啊 他们要抓耶稣基督的 把柄 所以 他们抓了一个什么 行政人史 抓了一个女人 把这个女人 带到耶稣的面前 看耶稣基督 定不定他的罪 如果耶稣基督 定他的罪 那么他就 违背了 罗马的法律 如果他不定 耶稣基督 耶稣不定他有罪 耶稣又违背了 律法 是不是 所以我们看看 罗马约翰福音的八道 我们从这里看看 他们说这话 乃是探耶稣 所以今天有多少人 来到主的面前 就是探主 不是存着什么 乃是要抓耶稣的把柄 看你怎么样呢 所以你们欺哄人 但是欺哄不了神 所以人可以自欺 但是来到主的面前 你在神的面前 是刺漏敞开的 所以不要欺哄你的神 没有的 不要装作有 所以这里说了 他们说这话 乃是他耶稣 要得着 告他的把柄 耶稣却问着 要用指头 在地上花字 他们还要 还是不入底问他 耶稣就直起要来 对他说 你们中间 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 打他 于是又弯的 要用指头 在地上花字 他们听见这话 就从老到上 一个个地都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人 为什么都走了呀 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的 因为人知道 人里面没有良善 人都是恶的 是不是啊 但是人不愿意 在骤人面前 承认自己有罪 所以被罪怎么样 而捆绑 不得也自由的 所以耶稣说 那你们要行得好 你们要说 你们谁也没有 犯过罪的话 你们谁都没有罪 你们就可以尽管 拿石头打死他 所以人都知道 自己有罪 所以人都离开 耶稣基督走了 而不来到主的面前 得主的医治 今天你知道你有罪 你不好 你才来到主的面前 求神来医治你 求神来赦免你 求神来恩待你 因为他洗净了人的罪 你信不信 你唯有来到基督的面前 你的罪 才能得以赦免 所以这里就说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于是又问了 要用石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今天这话 就从老子到上 一个一个里都走了 怎么样 都走了 没有一个不走的 但留下这一个人 他是有福的 因为他来到主的面前 他知道他自己有罪 他行不好 所以他问主 没有人定我的罪 是不是 他知道他行为不好 所以他留下来了 留下来 你看他是怎么说的呢 还有 只剩下耶稣一人 还有那夫人 依然站在当中 耶稣就直起要来 对他说夫人 那是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主啊 没有 因为定罪的 赦免人罪的 只有一人 就是耶稣 基督 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所以耶稣基督 定不定他有罪呢 耶稣基督 不定他有罪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去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的救赎 就白白的称义了 因为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来到世界 就是为众人的罪 涉及在十字架上 因为人有完全的嘛 人没有完全的 所以他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就是说 从此以后 你不要再回到这个什么 淫乱的世界当中 在这个世俗的里面 活着 你要出来 唯有进到基督的里面 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盼望 我们把圣经打到使徒行传 我们来看看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 是怎么说的 我们把圣经打到使徒行传 我们先看 二章 使徒行传 二章嘛 二章 三十七节 我们来看看 所以在二章 三十七节 就说 说什么呢 说 众人听见这话 觉得扎心 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 弟兄们 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圣耶稣基督的名 受洗 只要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因为你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足我们神所招来的 因为是神 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 劝勉他们说 你们当救自己 脱离这弯曲的姿态 所以主耶稣说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 因为你在这个世代当中 你每一天都是犯罪的 你在这个世代当中 你每一天都是什么 被定罪的 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不定你的罪 他把你从这个弯曲的世代当中 给你救赎出来 因为你不属这个世界 你来属耶稣基督了 好 感谢主单点 那么我们进行下一道题 我们来看 道德律 道德律 我们来看看这道题 这道题还挺多的 标准 道德律是衡量人标准的呀 是的 我们来看看这道德律 这里说道德律法指出我们的问题 疑问律法 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难道这方法是为了让你有出问题的自由吗 当然不是 靠这方法解决了问题 才对方法的最大的肯定和尊重 所以遵守律法 靠主不再犯罪 才是对十字架救恩的最大尊重 诫命是标准 犯罪是问题 好 感谢爱我们主 那么今天我们把证经打到加勒泰出 我们来看看律法与恩典 所以迦勒泰说啊 是保罗被主的灵感动 写给迦勒泰教会的众弟兄姊妹 保罗写出信给迦勒泰教会的众弟兄姊妹 是责备于他们呢 还是夸奖于他们呢 起初保罗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呢是热心接待保罗 但是后期他们怎样呢 保罗把真道给他们的时候 保罗就成了他们的仇底了 因为加勒泰教会就是靠圣灵入门 靠肉体成全 我们把圣经打到加勒泰数 我们从一章六节我们来看看 我们今天是音信福音呢 乃是音听律法呢 如果你音信福音你去守律法吗 福音是在哪捡出来神的义呢 我们来看看 加勒泰书一章六节说 我记得你们这么快离开那 借着基督自招恩 自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 那并不是福音 不过有些人嚼嚼你们 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 所以今天有人来到我们的中间 要嚼嚼我们把什么更改了 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还要去守什么道德律 以文律 把我们又带到哪里去了 带到律法的里面去了 我们看看我们律神的义 是在哪里外而显明出来的呢 是在律法上显明出来的吗 不是的 我们要把圣经打到罗马书 我们来看看 神的义是在哪里外显明出来的呢 是在律法之下吗 还是在律法以外呢 你唯有出到律法以外 神的义才能显明出来 如果你在律法以内 神的义是显不出来的 所以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一节说 在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 已经显明出来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神的义坚信 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 感谢爱我们主 所以神的义是在律法以外 才显明出来的 但是今天你把人带到律法的里面 就是要人与基督隔绝 让人去做什么 研究 这不是我说的 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我要把圣经打回加勒泰书 今天你来到我们中间 你不是传纳纯正的福音 你乃是要把神国的福音更改了 不是让人信耶稣基督 乃是让人信耶稣基督 但是必须得守摩西的律法 所以你这等人是应当被咒诅的 我们看圣经是不是说 这等人是要被咒诅的呢 我们来看看 所以在加勒泰书一章七节说 那并不是福音 不会有些人嚼嚼你们 要把福音 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但无论是我们 是贴上来的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我们已经说了 现在就说 若人传福音给你们 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所以我们知道 什么是福音 所以神的义 已经在绿法以外 显明出来 有先知为证 所以我们知道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人 先是犹太人 好是希腊人 因为神的义 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 所以神的义 在哪里显明出来呢 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的 所以你首先要知道 那什么是福音呢 你唯有新资福音 才能够得救啊 我们把圣经打到 哥林多书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什么是纯正的福音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你唯有新资福音 你才能够得救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第一节说 弟兄们 我如今把先知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告诉你们知道 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 又靠着战利的 祖皇给你们的 就被因着福音得救 我们是因什么得 我们是因着福音而得救的 那是我们是因信律法吗 去守道德律吗 不是的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 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 能够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就被因着福音得救 我当然说领受 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就是基督到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耶稣基督是福音的洗头 所以什么是福音呢 传讲耶稣基督 十字架上的祭文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第一就是基督到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所以在马太福音 四章二十五节说 他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故犯 他复活是为叫我们 你相信吗 相信耶稣基督 为你的罪死了吗 你相信耶稣基督 他所受的鞭伤 你灵力便得以医治吗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而且埋葬了 基督买没埋葬 他埋葬了 他埋葬了什么 埋葬了我们肉体的 劫情 食欲 所以第三就告诉我们说 就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显给吉法看 然后显给十二十五看 你相信耶稣为你的罪死 他复活了吗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你我信的都是突然的 为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偷生了我们 我们才能坦然 我就来到这四人的宝子面前 呼叫阿爸 是啊 没有律法 你就不是何为罪了 因为律法是叫人资罪的 把普世的人都圈在的吗 罪恶之下 要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 所以律法是影子 基督是实体 那么实体已经来了 你还要回到影子的里面吗 那试问 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 一个比喻 比如你的妻子 打电话 我们现在不写信了 都打电话 告诉你 说老公明天我就回家了 等到第二天你老婆回来的时候 你还能说老婆 你不打电话说明天你才回家吗 你还得走啊 你不能来 因为我还得等着 明日复明日和明日几次住呢 那你老婆已经回来了 你还注重了那个电话 明天我就要回家了吗 还在那句话里面活着 还是一个个活生中的人 站在你的面前 你却不相信啊 所以我们知道 律法呀是仰致 基督是什么 实体 我们把圣经 打到 哥罗西书 我们来看看 那么今天 实体已经来了 你就不要再回 影子的里面 在那里去打转转去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把圣经 打到哥罗西书 我们来看看 哥罗西书 二章 二十 我们从二章 十六节 我们来看 所以在二章十六节说 所以不拘在 饮食上 或节虚 乐视 爱心 都不可叫人 论断你们 这些原是 后世的人 那形体 却是基督 不可叫人 因着 故意谦虚和敬拜 撇使 就夺去 你们的赏赐 感谢 所以耶稣基督 已经来了 就我们脱离了 世上的小学 为什么仍然在 世事中活着 福受那不可拿 不可长 不登 不可摸 等类的规条呢 这都是造成 人的神父的呀 正用的时候 就怎么样了呀 就都败坏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 和姊妹们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要进到 实体的里面 不要再怎么 不要在自觉的里面 活着 世奉那位永生的神 如果今天 你在今天靠恩典 那边去走律法 那你就是 灵力的一个大年父 你是与基督无关 从恩典中坠落了 没有恩典 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 那就是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们把圣经打到 加勒泰书五章四节 在恩典上 站里头住 站里头稳 我不能这边靠恩典 里面去守律法呀 那你不能一个人 找两个丈夫 所以在加勒泰书五章 二五章 第一节我们看看吧 从五章一节我们来看 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里头稳 不要再做奴婆的 不要再被奴婆的恶夹子 感谢我爱我们的主 所以耶稣基督来了 他释放了我们 就我们脱离罪和使得律了 我们就得以什么 得以自由了 我们今天灵力 得以不得以自由啊 得不得释放啊 就得以释放 所以我们要站立的稳 要刚强壮胆 做大丈夫 不要再被 不要再被奴婆的恶夹子了 奴婆的恶是什么呀 是什么夹子我们呢 是律法的规条 夹子我们 压制人 此人喘不过气来 我们把圣经打到使徒行传 我们来看看啊 今天有多少人呢 就把这恶夹给外边人 让外边人去守 所以当时 彼得被神的灵感动了 他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把圣经打到使徒行传 15章 我们来看看 不要再被奴婆的恶夹子了 所以在使徒行传 15章 八节 我们从 八节开始看 八节说 知道人心的神 以为他们做了见证 赐圣灵给他们 正如给我们一样 又借着信 洁净了他们的心 是因着什么 而洁净了他们的心呢 是因着信 所以今天 神所给我们立的当成 是凡以信为本的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弃之所望之事的实地 是未见之事的确局 所以你的信 就能 感谢我们主 不是靠守律法 而守出来的 所以知道人心的神 也为他们做了见证 赐圣灵给他们 正如给我们一样 又借着信 洁净了他们的心 并不分他们我们 现在为什么 施态神 要把我们主宗 和我们所不能付的恶 放在门徒的镜像上呢 今天有多少人 就把这个恶 放在门徒的镜像上 不可吃 不可藏 不可拿 每一天都把弟兄姊妹 设立在归条的里面 使弟兄姊妹 找不出来苦 都在那里瘫痪了 就像毕之大的瘫子 一瘫就是38年 不得医治 他希望人能够来怎么样 医治于他 帮他一把 但是人能不能救了人 人救不了人 我有基督释放你 就你脱离罪和死的律 你才能得以医治 你才能够起来行走 你才可以拿 你才能拿起你的律子 感谢爱我们主 让我们今天 都进到基督的里面 让基督来医治我们 赐发我们 我们不要再被那奴婆的恶挟制了 所以就说 又借着信 洁净了他们的心 并不分他们 我们 现在为什么施太神 要把我们 祖宗和我们 所不能复的恶 放在门徒的镜像上呢 我们得救 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 和他们一样 这是我们所信的 感谢爱我们主 所以我们 我们信是因什么 因主耶稣基督的恩 基督出于恩典 就不在乎行为 不然恩典 就不是恩典了 这恩是神 白白的赐给我们的 所以你信 你就得着了 所以我们把圣经打回 讲的太书 我们来看看 是神的恩 因恩 所以在加勒太书五章一解 就说 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的问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 所以不要再被御法而挟制了 我保罗告诉你们 若受隔离 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 有没有异了 没有异处了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们死了 他脱去了你们肉体 情欲的什么隔离 我们看看 因为我们知道 旧约的时候 神跟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 什么约呢 隔离之约 所以跟亚伯拉罕立了隔离之约 这约是立在哪呢 是立在肉体上 这个隔离只能叫人处于什么 肉体的情欲 但是今天耶稣基督 他亲自给我们受了隔离 我们把圣经打回到 哥罗西苏二章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基督给我们受了隔离 今天我们还是不是用人手来给我们行隔离呢 如果我们用人手来给我们行隔离 基督就与我们无异了 是不是 那都是照着律法的密条 使人徒有智慧之名 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 所以在哥罗西苏二章十一解说 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 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 感谢我们 今天我们唯有进到基督里面 基督怎么样啊 给我们脱去了肉体的情欲的隔离 这不是人手所行的 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的 所以在加勒太书五章二节就说 我保罗告诉你们 若受隔离 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 我在此的凡受隔离的人确实的说 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在 因为你是欠律法的在 所以靠人手给你施行隔离 因为你在律法的里面活着 是不是 你要行全律法 因为律法呢你必须要行全背了 你在一条上跌倒 你就是犯了重条 你犯一条你就要是被咒诅 就不要人用石头打死 所以神跟摩西设了律法以后 神就设立了逃城 然而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就不明白 神设律法是叫人执罪 那人犯了罪又能怎样呢 在人犯罪的时候 只要你进入逃城 你就不被致死 所以今天你若进到基督里面 你就不至于死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世界说 你们这可要靠律法称义的 是与基督隔绝 从恩典中坠落的 所以你靠律法称义 你就是与基督隔绝 你就没有在基督的恩典里面 因为律法是争议 人的义 基督是彰显神的义 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已经显明出来 所以今天神是要立他的义 使他的义在全地上彰显 也而今天你偏偏不 说主啊 我应信你 但我不必得行律法 我得有个好的行为 我好讨论你 讨你喜欢 主耶稣说你这多恶的 离开我去吧 因为心中离弃耶华的 那人有祸了 我们把圣经打到耶利米苏 我们来看看 依靠自己的血肉绑壁 心中离弃耶华的 那人有没有祸呀 有祸了 因为他不是在当心神的义 乃是立自己的义 我们把圣经打到耶利米苏 17章 17章5节 我们来看看 所以在耶利米苏 17章5节说 耶华如此说 依靠人血肉的绑壁 心中离弃耶华的 那人有祸了 因为你靠律法 你依靠的就是 自己的血肉绑壁 律法是叫人软弱的 有所不能行的 所以耶稣基督 就为你舍己 定死在十家的 就你脱离了律法 也而今天你不脱 你却要依靠 自己的血肉绑壁 讨耶华的喜欢 所以足以耶华说 你有祸了 为什么 因为人肉体所形的 在耶华眼中 都是污秽不解的 所以这里就说 耶华如此说 依靠人血肉的绑壁 心中离弃耶华的 那人有祸了 因他被向沙漠的祖宗 不见福乐来到 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 无人居住的简直 依靠耶华 以耶华为可靠的 那人有福了 感谢爱我们主 所以我们唯有靠着 神的恩典 站立在哪呀 站立在这 私人的宝座面前 我们唯有 与基督这个活水的权 结合在一起 我们才能得到 属灵的生命 使我们的生命 更加的丰盛 律法是保护我们的 律法是爱我们的 律法的总纲就是爱 感谢爱我们主 律法的精义就是谁呀 就是基督 神就是爱 所以律法的字句是要撤去 定死在十字架上 精义成全在爱人如体这一话 之内了 所以神不是要你在 旧约的影子里 乃是让你进到 新约的实体里 所以啊 这个弟兄全都是律法呀 一闷都是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就查律法 可以说啊 如果弟兄有时间呢 你也可以啊 搜索王月浩弟兄讲到 律法原点 神会开启你的心窍 使你完全明白 我们来看看律法 保罗对律法之下人所说的话 今天你是不是要回到律法的里面 我们查罗马书七章 所以今天有多少人呢 都在守着律法 所以保罗曾经也是在 律法的里面 要是在大马四格的时候 被神光照 所以他将万事看作愤土 以耶稣看为自保 所以在罗马书的时候 保罗就写出信 给那些在律法之下的人 劝导他们 告诉他们 所以在罗马书七章就说 弟兄们 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 他们明不明白律法 明白 如果不明白律法的话 保罗就不会说 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 因为他们每一天都在律法之下 他们明白律法 律法是干什么的呢 说你女人起不晓得 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 丈夫还活着 就被律法约束 丈夫若死了 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所以丈夫活着 她若归于别人 便叫严妇 是不是 所以你在律法的里面 你要归回耶稣基督 那你就叫做严妇 那你怎样才能归顺 耶稣基督呢 你要向律法死 你死了 你就脱离了律法 你死了 律法就管不着你了 你就不被律法而约束了 你就可以怎么样了 我们来看看 下面说 她就脱离了 她若归于别人 便叫淫妇 丈夫若死了 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虽然归于别人 也不是淫妇 我的弟兄们 这样说来 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 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所以今天我们是怎么死的呢 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 在律法上死了 因为基督啊 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受了咒诅 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死了 所以救赎我们 脱离了律法的咒诅 我们来把圣经打到 加勒太书三章 我们来看看 律法是不是咒诅人的 耶稣基督是不是替我们受了咒诅 耶稣基督挂在木头上 那一刻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与基督 同定在十字架上了呢 所以在加勒太书三章十一节说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撑意 这是明显的 因为经常说 一人必因信得生 律法原不本乎信 只说行这些事的 就必因此活着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输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这不是我说的 律法是咒诅人的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主说我的话就是灵 就是圣灵 所以圣经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 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听主这么说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说什么呢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输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没受咒诅 为我们受咒诅了 所以耶稣基督说天地飞去 我的话一点一华也不是什么样 我们把圣经打到马太福音 律法都要成全的 我们把圣经打到马太福音 我们来看看 所以说若想我莫想我来 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滑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所以成没成全呢 成全了 因为律法不咒诅人吗 主耶稣说好 我替我众儿女受了咒诅 所有的罪都归在我的身上 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就替我们受了咒诅 所有的罪都归在基督 耶稣基督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耶稣基督的死 不是为你我 乃是为普天下所有的人 所以所有的人 所有人的罪都归在谁的身上 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 所以耶稣基督向律法死了 所以这里就说了 我们若是与基督 是所法书 加勒太书 我们打回加勒太书 我们来看看 说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俗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常记者 凡挂在木头上的 都是被咒诅 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音 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 使我们因信得到说 应许的圣灵 基督二章号 我们看看 定没定在十字架上 撤没撤去 这不是你我撤去的 是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受了咒诅 在十字架上怎么样 撤去了 定没定死 定死了 说死了人就脱离了什么 脱离了律法 死了人就脱离了咒诅 你信不信 你信就是你的 你信你就得着了 所以在哥罗西书二章 十三节 我们从二章十三节 我们来看 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隔离的肉体中死了 神赦免了你们 一切过犯 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又涂抹了在律列上 所写攻击我们 有爱于我们的字句 把它撤去 涂没涂抹呀 涂抹了 谁涂抹的 神涂抹的 可不是我涂抹的啊 又涂抹了在律列上 所写攻击我们 有爱于我们的字句 把它撤去 定在十字架上 撤没撤去 撤去了 定没定在十字架上 定了 那既然 既然字句已经撤去 定在十字架上了 你为什么又把那字句拿出来 让人去守呢 字句是叫人死的 尽义是叫人活的 所以神不要我们在那已死的字句里面 活着 去侍奉永生神 因为你在已死的字句里面活着 你看不到神的荣耀 神的荣光也不在你的里面 所以这里说 既然一切执政的党权的裸来 明显给众人看 就照着十字架 华盛 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已经胜过了仇集 胜过了什么呀 胜过了死亡 胜过了阴间 他不再被死而拘禁了 所以神立他为基督为主 感谢爱我们的主 所以今天不是你我把律法的字句撤去 而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把律法的字句撤去 静在十字架上了 所以在西伯来书就告诉他说 律法既更改 改没改呀 改了 因为神要给我们另立新约 因为律法是有什么的 我们来看看 律法是有挟持的 因为人软弱 行不出来 所以律法有挟持 所以神就改了 不是我改的啊 是主改的 我们把圣经打到西伯来书八章 我们来看看 所以在西伯来书八章六节说 如今耶稣所得的旨议是更美的 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忠报 所以神给我们立了一个更美之约 就是什么 恩典之约 就是与谁立的呀 与他的儿子 我主耶稣基督立的 所以耶稣基督是神和人之间的忠报 所以这约原来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 那前约若没有辖子 就无数寻求后约了 所以阻止着他的百姓说 是怎么说的呢 日日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尤大家 另立新约 神今天给我们另立新约买 另立新约了 那既然另立新约了 你为什么还要回到旧约的里面 拿旧约而说话呢 五十年前 可以说 今天比如说你今年五十岁 五十年前你一岁 五十年后你还是一岁吗 你已经五十岁了 因为你要经历 你要走的 所以从以往的过去当中 走出来 进到那更美之约的里面 你没有进到这里面 你才能得到应许 所以这里就说 日日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尤大家 另立新约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和 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所以当时 以色 摩西带着以色列民 出了埃及地以后 神在 神给摩西 跟摩西立了什么约 律法之约 所以这里就告诉他们 不像我拉着 他们祖宗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因为那约有瑕疵 是不是 使人不得益处 所以神就另给我们 另立新约了 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 我也不理他们 人能不能守住立法呀 人守不了 那守不了就是罪 守不了就被咒诅 所以神没有立约的时候 是这样的 这一类约 当时以色列民倒闭 换了多少人呢 然而今天 这都是对我们的见解呀 然而今天人不看 这是见解 还跑到律法的规条里面 去守 拿着自己的行为 所以当时以色列民说 我们要遵守 耶华的道 是不是 横行忍耐 这就是我们的意了 结果他们守住了吗 没有一人守住的 所以就连大卫都是凭着信心 怎么样 跳出了律法 进到了恩典的理念 所以大卫是怎么说的呢 大卫说 正如大卫称道在行为以外 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 他说 得赦免其过 得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为你有罪的 你才是一个什么 有福的人 而不是凭着自己的行为 来讨神的喜欢 你永远也行不出来 神的意 所以帝斯姐就说 主又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要与色列家 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解在他们的心上 今天律法会放在我们的心板上 磕在我们的心板上 那就是谁呀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所以神所给我们立的新约 就是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们把圣经打到 加勒太书六章 我们来看 因为基督就是爱 所以加勒太书六章就告诉我们说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我们个人重担 怎样才能够彼此担当呢 因为神按了自己的主意 将属灵的恩赐赐给我们 使我们彼此担当 彼此服侍 这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因为基督就是爱 我们因许耶稣基督 基督就阻挡我们的心里 使我们有根 有基 才有一个彼此 切实相爱的心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 不是没有律法 基督就是我们的律法 他是衡量人心肺腑的神 每一天都是他在指引我们 赐给我们当说当讲的话语 所以在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他们要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灵 感谢爱我们主 所以今天神给我们另立了新约 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我们才能够来到这斯恩的宝座面前 这律法已经更改了 既然已经改了 你为什么还回到那里去呢 就比如你跟一个人立了一个条约 那个条约是两年前所立的 但是因着物价的上涨 可以说房租也上涨 所以你觉得 哎呀 那个物价不合理了 因为现在物价上涨 房租也要涨 所以我要与这个人呢 另约 另立约 当时你就以为这个租你房户的这人 另立了一条约 这约是怎么立的呢 可以说两年前你租他的房子 每月是几百块钱 那现在你将你的房子租给他 每月是几千块钱 到约的时候 你来找你这个租你房子 这个房户要钱的时候 他按照以前的旧约给你房价 你要不要呢 你准的不要 你说不对 这是以前的 我跟你立的约 如今我跟你立了另外一个新约 我们要照着这个约说话 今天父神也是一样的 因为父神也要你照着这个约说话 父神说 以前我跟你立了那个约 因为那个约有瑕疵 所以我已经更改了 我要跟这个约说话 但是你今天你说 主啊不见 我居然在这个旧约里面活着 我就要拿这个旧约说话 主约说 那你就在那里说吧 反正那约我已经废弃了 我已经不承认了 再没废弃呢 我们把圣经打到西伯来书七章 我们来看看 今天有多少人呢 就说哎呀 这他们这讲圣经讲的 把律法都废了 胆可大了 主耶稣说成全 他们给废了 我们来看看 不是我们废的 四句废弃 经一成全了 是神亲自废弃的 所以在西伯来书七章十六节说 他成为祭祀 并不是造属肉体的条例 乃是造无穷之生命的大能 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 你是造着麦基喜德的等式 永远为祭祀 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 所以废掉了 废没废掉 废掉了 软弱无益 因为人软弱 有所不能行啊 人软不软弱 软弱 能不能洗凝出来呢 洗凝不出来 所以神在罗马书八章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说 连法基人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猜浅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 做了赎罪计 在肉体当中 怎么样啊 定了赎案了 所以人软弱呀 软弱行不出来呀 怎么办呢 所以神就给他废弃了 所以下面就说 他成为祭祀 并不是造属肉体的条例 乃是造无穷之生命的大能 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 你是造着迈基启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祀 先前的条例因 软弱无益 是人软弱 没有益处 没有益处怎么办呢 所以废掉了 废没废掉 废掉了 不是我们说废掉的 是圣经告诉我们废掉的 所以主说 你们当查考圣经 因为内中永永生 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色经 然而你们不肯到这里来得圣命 不肯进到圣经的里面 我因为我以为我觉得都在人的权下活着 主耶稣说 我并不认识你们 因为你因为那时我也将我的话语怎么样传给你们 你们总是什么不信 信不信啊 不信 为什么不信呢 因为心里刚硬 悖逆 所以人在摩西的律法上 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知道在使徒经传十三章的时候 神就告诉我们说 你们看摩西的律法 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 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 所以你们勿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的话 引到你们 比如说你们这轻慢的人 要观看 要惊奇 要面望 因为在你们的时候 我行一件事 谁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总是不信 因为你们不相信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废掉了圆筹 在十字架上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枪 在十字架上 怎么样啊 四句撤去 尽死了 他在十字架上 成全了律法 是不是 他在十字架上 死的那一刻 神就给我们另立了新约 因为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失眠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了 又血给我们立了一个新约 那就是更美之约 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 你是照着麦迪喜德等事 永远为祭司 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武艺 所以废掉了 律法原来依我所成 所以律法有成就吗 有功效吗 没有 是依我所成的 这样依我所成就怎么样了呢 下面说 就演进了更美的指望 更美的指望是什么 就是他的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他的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 感谢爱我们的主 所以我们知道 律法是叫什么 人知罪的 律法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 恩典是立神的儿子为大祭司 乃是成全到永远的 因为人都是会死的 是不是 我有耶稣基督是长远活着 永不死的 为我们带祷的 带求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下面是怎么说的呢 下面说 看看是不是律法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 恩典是立神的儿子为大祭司 所以你在律法里面 你永远是一个软弱的人 你永远行不出来神的义 你未有进到恩典的利面 神才能给你一个重生的生命 这个生命不是从仁义来的 乃是从神来的 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属神的 所以在西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说 像这样圣洁无邪恶 无玷污 远离罪人 高过驻天的大祭司 原是与我们相议的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 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 先为自己的罪什么呀 献祭 所以人都会犯罪呀 犯罪怎么办呢 犯罪就认罪吧 所以祭司每一天先为自己认完的罪 然后呢 再为百姓的罪献祭 你说可怜不可怜呢 很可怜的 但是耶稣基督是义者 是不是 他在十字架上 担张了百姓的罪 所以所有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 他的意就归到所有人的身上了 就这么简单 就献了一次 所以就说 他不像那些大祭司 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 后为百姓的罪献祭 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 就把这事成全了 成没成全 成全了 一次就成全 成全到多少啊 永远的 乃是永远 所以说 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 就把这事成全了 绿法本身力 软弱了人 伟大即使 所以你在绿法里面 你侍奉神 你就是在人权之下 用软弱的人来服侍神 你说神所喜悦吗 神不喜悦 因为人所做的一切 在耶华眼中 都是污秽不洁的 因为今天神不是让我们 用肉体来侍奉他 乃是用永生的灵 来侍奉他 所以神说 神就是了灵 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 所以我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说的 所以主耶稣说 你们必须要重生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进神的国呀 所以神要给我们一个 重生生的生命 重生的生命是从哪来 是从灵生的 从神生的 没有这个才能做什么 这些无瑕士 远离什么对恶的 那你这个肉体这个人 每一天都在罪恶的里面活着 你说你能 侍奉永生的神吗 那你不是在做梦吗 所以下面说 绿巴北斯立 软弱的人为大祭司 但在绿巴以后 启示的话 是立儿子为大祭司 那么今天我们是神国的祭司吧 是神国的祭司 感谢爱我们主 是不是神的儿子啊 神的儿子 唯有这个儿子才能 侍奉什么 永生神 那你说你这个肉体 来侍奉永生神 神要嘛 神不要的 我们把圣经打到笔的树 我们看看 是不是这个儿子 侍奉永生神呢 我们是不是神国的祭司呢 神的儿子啊 神的儿子做祭司 不是这个肉做祭司啊 你这个肉做祭司 神不要的 是废悉的 是死的 在彼得前书 一二章 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这是神的儿子呢 我们一会查看经文 我们知道了 所以在彼得前书 二章 九卷告诉我 我用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尊 尊 尊尊的既使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叫你们 宣扬啊 召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连续 现今却蒙了连续 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神家的祭司呢 我们是神家的祭司 那祭司在主的面 来到主的面前 是不是圣洁的呢 是圣洁的 是无有瑕疵的 那离罪恶的 那么今天 这个祭司 这个生命 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们来看看 彼得前书一章 我们就知道了 所以主耶稣说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进神的国 所以你必须得重生啊 有一个重生的生命 所以在彼得前书一章 三节就告诉我们说 愿宋战归于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 接着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是不是 我有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你 重生了我们 我们他有一个 从神而来的生命 那这个生命 还会犯罪吗 这生命不犯罪的 因为神的道 存在他里面 从此就晓得 谁是从神生的 谁是从什么魔鬼生的 所以我们把圣经 打到约翰一书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神的道 存在他里面了呢 一章三章九九说 凡从神生的 就不犯罪 因神的道 存在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从中选出 谁是神的儿女 谁是魔鬼的儿女 凡不经意的 就不属神 不爱弟兄的 也是如此 如果今天你 信耶稣基督 你还是一个罪人的话 那你是属谁的 感谢主 圣经已经告诉你了 也不用姊妹 再次告诉你了 你唯有在基督里面 你所行出来的 那就是义 那就是神所喜悦 神所爱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 主的面前 很多弟兄姊妹就强调说 那么今天我们 因信耶稣基督了 我们得有个好的行为 是啊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主耶稣的话来的 所以说主耶稣说 凡听我的道就就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你听道 这就是好的行为 你信道 这就是好的行为 你守道 这就是好的行为 所以今天我们不仅要听道 我们还要信道 我们还要固守真道的奥秘 让神的道 存留在我们的心间 不是我们听了 就忘了 感谢我们主 那么这道题 就打到这吧 因为这个弟兄啊 发了很多呀 全是律法的问题 你要加你 就是说和我私下聊 好的 感谢主的恩典 那等我答案提到 我加你 但是今天不能跟你聊了 百分百是错误的 你慢慢了解两种律法吧 你教导的百分之百是错误的 现在主来了 我们是靠主守 感谢主的恩典 我不知道这位子体 你到底是存着什么心态 来到我们的中间 但是呢 从你的话语里面呢 神早已经告诉了我 让我们也早已知道 也早已明白 那么既然你这么说 那么我们就查写经文 以福所书 我们查查以福所书 当时 我们不查以福所书 查一下的 提摩泰前书 一章 当时保罗呢 要去马其顿 他就劝什么 劝提摩泰留守在以福所书 因为他知道他一走后呢 就有人 那个什么呀 传遗料 所以今天呢 有很多人就到我们中间来传遗料来了 所以我们不要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 和无穷的家谷 这等事只生 什么辩论 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所以我们反以信为本的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义 让我们 靠着耶稣基督 好 我们把圣经打到提不太结束 我们来看看 当时保罗 因为他被神的灵感动 他知道他前面一走 后面就有什么 凶暴的豺狼 进入你们的中间 所以圣灵的力 我们做全群的监督 我们不仅自己体身 也要为全群体身 因为从他的话语里面 我们就晓得 他不是从神而来的 是不是啊 是披着羊皮的狼 进入我们中间 是为了理解我们 是不是啊 那就是假弟兄 不是我说的 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因为当时保罗呀 在加勒太书二章 就告诉 告诉加勒太教会 提出保罗到他们中间 传纯正的福音 他们热心 接待了保罗 在这保罗前脚走以后呢 就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 到他们中间 去传律法的规条 所以使他们这帮 使加勒太教会的 这帮弟兄和姊妹呀 都是怎么样 一面靠圣灵入门 一面靠什么 肉体去长选去了 所以保罗呀 当时啊 就写书信 告我们加勒太教会的 弟兄姊妹 说什么呢 说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 假弟兄 假弟兄 私下窥套我们 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 要叫我们做奴婦 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 也没有荣耀 罪无他 为了叫福音的真理 仍存在你们中间 感谢爱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说起的愤怒啊 乃是从神而来的 有很多弟兄姊妹说 弟兄姊妹 你说你在前面讲的 有的时候你怎么就 激昂了呢 其实不是激昂了 我们说起的愤怒啊 真不是出人来的 乃是神 从神而来的愤怒 为什么呢 乃是让基督 沉重的话语啊 存在每个儿女的 什么心间 不要像什么 下话一样 被蛇而引诱 偏离了真道 离弃了恩别 所以这里当时啊 保罗有了属天的看见 写书信给提莫泰 所以在提莫泰 前书一章三点 告诉我马 我马马其顿去的时候 曾劝你扔住在一幅朔 好祖父那几个人 不可传异教 所以今天有没有人 来到我们中间传异教啊 有啊 来了 你看这就来了 要把我们从什么 恩别里面带出去 让我们去守律法 一面靠恩 一面靠律啊 这不是什么 这不是从神而来的 因为从神来的必听神的声音 他们不听 因为他们不出于神 不让神 神正福音的话语呢 张在他们的心脉上 所以这里就说 好祖父那几个人 不可传异教 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品的话语 和无穷的家部 这等事只生辩论 并不发明神在信上 所立的章程 所以今天神所给我们 立的章程是什么呢 是信 反以信为本的 就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 见识所望之士的实地 是未见之士的确具 人非有信呢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到神面前 并且一定要信他 请他赏志寻求他的人 所以祈求就得着 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给我们开门 那么我们信他 我们就要求他 我们信他 我们就知道 他给我们预备的是 风风圣圣的 不要靠我们自己能做什么 甚至有很多弟兄姊妹说 亲爱的姊妹们 我们今天要多多的预备 感谢主的那天 每当说这句话的时候 那时候 其实生命也小 也常常问主 说主啊 我们今天要多多的预备 多多的预备 但是有一些 神突然给我了一句话 什么话呢 是在以赛亚书 二书五章 我们先来看看 因为圣经一难问题解答 也是我们彼此沟通的时间 让主的道存留在 每个儿女的心间 二十五章 神告诉我们说 在这山上万君之耶华 必为万民用肥肝摆设宴行 用成就和满水的肥肝 并澄清的成就 摄摆宴行 感谢爱我们主 只要你进到 基督的里面 神给你预备的 丰丰丰丰丰 预备的丰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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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使用你的时候 神的话 这样人就从你的什么腹中流出来了 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就告诉我们说 神所采来的 必堂他腹中流出活水的将来 是从你腹里面流畅出来的活水 而不是凭着自己的私意而自备的 好 感谢爱我们的主 所以在庭文太前述就告诉我们说 也不听从荒谬无品的话语和无穷的家步 这等是只剩辩论 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但命的总归就是爱 这爱是从哪来呢 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 无畏的信心生发出来的 所以保罗说 我无论我对人对神 常存着无愧的良心 无畏的信心 是不是 你唯有信 基督才能够洁净你的良心 你唯有信 你才有一个什么 基督才能住到你的里面 你才能有根有基 有一个彼此切自下爱的心 这都是信心的果效 信心在你里面 什么 结的果子 那么我看下一道题说 菲利比书三章二十一节说 他要按照那能教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 教我们这 教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身体相似 改谢主的恩典 这就是在空中与主相遇 身体改变形状 我们打一点经文 把圣经 打到 约翰一书 我们来看看 有很多弟兄姊妹 你才耶稣基督 将来咋样 咋样还不知道呢 所以就害怕了 是不是 我们来看看约翰一书 我们来看看 三章 过点了 好的 那就过一会儿吧 我们就再查一点经文 好的 我们看看约翰一书三章 就说 你太父 赐给我们是何等的之爱 只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 今天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是从神而来的 这个指的是从神生的这个生命 而不是凭着你 你能见这个 因为神是灵 所以神的儿子也是灵 是指着灵说的 所以下面说 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 虽然所以不认识我们 是人未曾认识他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还未显明 为啥还没显明呢 我们看看下面说 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主若写现 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 这里就讲到了 神呢 要将我们这个 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荣耀的身体 是相似的 我们把圣经打到 菲利比书 卑贱的身体是肉体 荣耀的身体是灵体 所以有肉的 有属地的形状 也要属天的形状 我们把圣经打到 哥林多前书15章嘛 那我就不把圣经 打到菲利比书 读这些经文了 约别时间的关系 我们来看看 属天的形状 和属地的形状 所以今天神猜一天 我们来到这里头 这地上 我们就有一个属地的形状 是不是 因为耶稣基督 也是道成肉身而来的 如果今天神猜一天 我们来到这个里头 我们没有一个属地的形状的话 那你说 我们穿福音给谁呀 他们能听懂吗 能听明白吗 是不能的 我们把圣经打到 林前15章 我们来看看 15章 事实世界说 说动的是血气的身体 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若有血气的身体 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那这个灵性的身体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空中 与主相遇 改变形状 是不是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 神就告诉我们说 要改变形状的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 15章 48节说 那属土的怎样 凡属土的也就怎样 属天的怎样 凡属天的也就怎样 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 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 所以今天我们有属没属土的形状 有啊 那将来怎样 将来我们必要有一个什么 属天的形状 所以今天我们不都是要睡觉 我们乃是要改变 就在一探间 眨眼之间 浩童威士吹响的时候 因为浩童要吹响 使人要复活 成为不朽坏的 感谢爱我们族 这就是灵体 悲剑的是肉体 复活的是灵体 这个灵体啊 和主的荣耀是一样的 感谢爱我们的神 那么今天晚上的圣经 一来问题呢 就到此啊 结束了 如果弟兄姊妹有问题的话 我们周四还是圣经啊 一来问题解答 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多多看圣经 其实啊 在神的家中 我们都是互作之体 让我们彼此一同在这里 学习神的话语 也许这句话神给我了 也许那句话神就给你了 是不是啊 但是我们得到多少 只要我们明白多少 我们就传讲多少 这是好的无比的 也是照着父神的旨意 好的 那我在座里 做一个结束后的祷告 马耀连连 在圣洁的主啊 我们感谢我们三位 是你保守了以上的时间 也是将你自己的怀疑 赏给了你每个儿女 亲爱的主啊 就求你来 建物众弟兄姊妹的 信心和爱心 今天是你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受了律法的咒诅 也就是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就不要再回到律法里面去犯罪了 主啊 因为这是你所不爱 也是你所不喜悦的 因为这就是灵力的淫妇啊 主啊 今天你是这些的神 今天让我们每个儿女 都能来到你的面前 知道你是那记邪者 让我们靠着圣灵得生 也让我们靠着圣灵而行 让圣灵在每个儿女身上 结果不知 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 孩子也把你在远方传道的仆人 王一号弟兄 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就求你在前方为他预备道路 你在前边为他生战 主啊 孩子在这里向你感谢 让你赞累 祷告奉活主耶稣 基督的